为什么犹太人曾经计划在中国东北建国,日本人的险恶用心? 二战时期犹太人曾在日本人的支持下计划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而这一计划就被日本称为河豚鱼计划,之所以命名为河豚鱼是因为,河豚是一种美食但是深有剧毒。 日本人贪图犹太人的资本和势力,但是又怕被国际谴责,所以就命名为河豚鱼计划。 日俄战争期间,一名犹太巨富出于对尼古拉二世的仇恨,自己筹集了两千多万美元主动向日本提供援助,从而使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 而此时日本的军国主义他们就想要从纳粹手中援救欧洲犹太人,从而使日本得到美国犹太人的支持。 而此时的东北已经有了一些从苏联迁移过来的犹太人,他们带来了巨额财富投资到日本的军事工业建设中,于是日本就有了河豚计划。 老话说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此时的犹太人在全球都遭到了歧视和迫害,他们急需一块环境优越的土地建国,于是两方一拍即合就准备在中国东北建立国家。 日本许诺从此不对犹太人采取此时政策,并且支持他们建立犹太国,而犹太人利用他们的财富帮助日本进行援助。 当河豚计划才刚刚开始的时候,哈尔滨的犹太人遭到了日本拷打和杀害,于是哈尔滨市的犹太人纷纷逃亡上海,并且将此事告诉了周围的犹太人。 之后的日本人赶紧和犹太人解释,并且成立了远东犹太人大会,一直叫嚣住日本不存在种族歧视,日本将和犹太人持续保持密切的关系。 当日本继续想办法迁移犹太人入中国的时候,上海的犹太人却不再允许犹太难民进入上海,美国犹太人社团中最有影响力的史蒂芬怀兹说,任何与日本合作的犹太人都是卖国分子,违反了美国对日本的道义禁运。 1939年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为了拉拢德国人就下令不准犹太人过境,从而使犹太人从欧洲到日本交通变得极其艰难。 这件事并没有彻底断绝日本人的念头,但是随后苏联吞并波罗的海国家,进一步切断了犹太人逃离欧洲的可能。 但是之后德国违反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和日本也随之交恶,日本轰炸珍珠港导致日本和美国犹太人的通讯全部停止。 此时不仅美国反对,中国东北人民也是极其反对,东北人民在东北全面抵制犹太难民。 而此时的犹太人也意识到了在东北建国显然是不可能的,之后日本节节败退,心灰意冷的犹太人也开始撤离,尽管有部分人不愿放弃,但由于中国人民的不懈反抗让他们一直生活在恐怖中,于是最终他们还是不得已地离开了东北。 图片来源于网络,文章细作者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